欧阳 欧阳 你的衣服 你先穿着吧 晚上天亮 告诉你啊 虽然是分手了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该尽的责任还得尽 明白吗 慢走 上车 咱们俩的事情 我还没跟我爸说呢 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我也没想到 他会给你打电话 不知道有没有 打扰到你工作 对不起啊 别说了 上车我送你回家了 还有 欧阳那边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了 咱们俩分手 跟你没关系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他没有权利指责你 跟他解释 你跟他现在什么关系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 变那么好的 是不是你现在 让他干什么 他就替你干什么 你让他帮你演戏 他就帮你演戏 演什么戏啊 你被绑架了 就这么久 他刚好路过 他救了你 完了你们再找一个 不知道是谁 假装警察给林叔打一电话 林叔一着急就给我打电话 我不就在这儿了吗 林美雅 我是说得不够清楚 你这么死神烂打 你有意思吗你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 你觉得我自己把我自己打成这样 我有病啊我 今天我在地库等你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帮人 什么都不说 直接把我转上车 我跟那帮人 根本就没有道理可嫁 我已经告诉他们 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 他们打我 他们抽我的头发 他们还把我绑在那个椅子上 他们一堆男人 要来拔我的衣服 我当时都觉得我快要死了 是让欧阳和蒋云龙及时出现 不然我真的不然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 你如果不相信 你把那些人拉出来 一个一个对质 你问问他们 这到底是不是我自早自严的 一出现 说完了 你为什么突然想那么好啊 就算分手了 这么多年了 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 我不相信你把过去的点点滴滴 你都忘了 我不相信我被别人欺负 你不心疼我 为什么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发生了什么 我说清楚了 我烦了 我不爱了 我现在连亲人都不想当了 不行吗 你到底要不要我送你回家 不要 我右腿右脚 我自己可以走 慢走 我再去找个人 我下车没有了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不能 Kopo 你怎么撕 success 你能叁心吗 我跟他们愿意